全堂有句老话 要战胜对手 必先战胜自己 而这句话对于朱安曼尼马奎兹来说 战胜帕奎奥比战胜自己更重要 而马奎兹也用了八年时间证明这句话 这里是巨路格斗 今天要讲的是马奎兹和他的树敌帕奎奥 两位超级拳击巨星八年四次大战的恩怨 朱安曼尼马奎兹 生涯49胜四负一平 36场KO对手 获得过羽量级和刺青量级两个级别的世界拳王金腰带 被称为墨西哥三剑客之一的他 在比赛中十分注重战术运用 可以说是一位典型的墨西哥技术型拳手 他与帕奎奥宿命的第一次大战是在2004年的比赛 当时马奎兹31岁面对26岁正有猛虎一般的帕奎奥 刚开始第一回合就显得毫无还手之力 比赛开始的第一回合就被连续三次被帕奎击倒 台下的观众都以为马上就要结束比赛了 不到50秒的时间内就被击倒三次 马奎兹真的老了吗 然而顽强的马奎兹却硬生生的把比赛拖到最后一回合 还被裁判判成了平局 帕奎奥面对记者访问时 年轻气生的他难以接受的表情表示不接受这样的结果 从此两位超级巨星开始了他们长达8年的宿命恩怨 时候两人又在2008年和2011年又经过了两次大战 在第二场 马奎兹尽管大部分时间占尽优势 但因为有一次被击倒的原因 最后裁判把胜利判给了帕奎奥 毕竟在职业拳堂击倒比点数更重要 在第三场比赛中 复仇心切的马奎兹在这场比赛中 反手反击使用的非常咒效 让帕奎奥吃尽了苦头 而且比赛中两人都没有出现被击倒的情况 然而裁判还是再次把胜利判给的身价更高 当时已经是菲律宾国保 能让菲律宾内战都挺火的帕奎奥 马奎兹在前三场比赛表现一次比一次耀眼 他在职业生涯真的不能赢一次帕奎奥吗 而时间的关键终于来到2012年12月9日 为了争夺WBO次中量级拳王称号 两人再次碰头 此时的马奎兹已经39岁高龄了 双方在前两回合都打得非常紧凑 而到了第三回合 马奎兹的一击后手摆拳狠狠砸在帕奎奥脸部 台下的观众都疯了 不过帕奎奥还是看击打能力强 没过几秒就站起来继续比赛 第五回合帕奎奥抓住一次机会 右手一拳把马奎兹击打 而马奎兹没有完全倒下 最后比赛来到决定命运的第六回合 时间已经到了最后十秒到时 观众都以为马上要进入下一回合 而当终身敲响了前一秒 马奎兹一击后手重拳狠狠砸在帕奎奥脸上 帕奎奥直接晕倒在地 完全没有反应 裁判单场宣布马奎兹KO获胜 马奎兹开心得像个孩子一样 马上跳到擂台绳上振臂高呼 这是马奎兹足足等了八年的胜利 岁月改变了马奎兹的脸孔 但没有改变他对胜利的渴望 获胜后的马奎兹获得了相有两人头像的特制WBO全王金腰带 也许这就是最好的结局 这里是巨路格斗 格斗可以像电影一样优雅 我们下次见